和我们一起游塔斯啦! Let's go! 第一集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塔斯马尼亚北部的其中一个小镇 Lilydale的瀑布 事出必有因,塔斯马尼亚一向都以迷你的天然计息而闻名 为什么今次会用瀑布做响头炮呢? 其实不是因为塔斯马尼亚最近的渔水多 正因为这样,既不可失 只不过,去瀑布之前 我们会经过澳洲人口排名第20 塔斯马尼亚的第二大城市Lonchester 去附近的店铺逛逛逛,和一样好做的 可惜,刚巧得巧,撞正公众假期 所以,很多商铺都没开门 不过幸运,最重要的咖啡店仍然照常营业 大家看看这个铺位,是不是跟香港的很类似呢? 离开了Lonchester之后,沿着B81公路,向小镇Lilydale 继续开半个小时左右,就去到今次的目的地了 游停车场走上去第一个瀑布,只需要5分钟 而这条桥,正正就是走着一半路程的标记 大家来到的时候,謹记小心路滑 还有,记住要狠狠地吸入一下塔斯曼尼亚的超级无敌新鲜空气 真是会令人特别精神的 感谢大家 哇,分开,我们就走到第一个瀑布了 到底有多震撼 让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在开头所说 Timing的重要性呢? 大家留意一下右边的摄影 就是今年一月的时候所拍的 和现在,是不是差很远呢? Lilydale瀑布 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一个老少咸儿 一家大小都适合去的景点 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啦 今次就带大家看着这么多先啦 下次再介绍其他塔斯的地方 下次见啦,拜拜 下次见